第一次个股推介是北京控股392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 是行业复苏确定性比较高 影响行业前景关键因素 在于付存和需求两大方面 个别行业好像是医药制造业 电燃水生产和供应业价复存周期已经见底 相关股份复苏确定性较高 建议关注北京控股 马北控主营业务有管道天然气啤酒等 去年燃气业务盈利贡献超过八成 公司拥有三重趋化 包括派息有望提升 而其下北京燃气资本开支周期可能接近尾升 和今年盈利有望止跌回升 盈利方面 北控去年的盈利跌能成4至近76亿 主要由于气源成本上升 其下中国燃气去年受气无利下跌 淨利润贡献减少2.8% 指望2023年考虑到需求有望随着经济复苏而稳健增长 加上新项目南港LNG接收站 投产之后燃气分销和贸易量有望持续扩大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北控今年的盈利预料重拾增长 按年增加1.6%至88亿 北控股价近日调整到前一平台 区大约30元的水平 短期内30元不失可以在水平附近吸納 目标先看33元 若失手30元关 便可留意28元附近的吸納机会 指涉价設于26元